自治通鉴 上一讲谈到 篡权尚未的周考王 为了坐稳王位 不惜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 把王成分封给了兄弟西周还供 从此东周时代里就出现了一个西周国 当然顾名思义 称他为西周国一定是为了和东周国区分 也就是说 要等到另一个周国出现 人们为了区别他们 才会分别称他们西周国和东周国 这一讲我们就来谈谈西周国的发展 以及东周国从何而来 话说西周还宫坐镇王成 日子应该过得比他的哥哥周考王还好 既然如此 也就没有必要继承自己二哥和三哥的传统 去弑君篡位了 从此以后 西周还宫就在史料当中彻底隐身 大约是风平浪静的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直到第二代西周国军周威公出场 西周国的历史才开始丰富起来 不知道你对周威公这个名号还有没有印象 前边第28讲讲过 晋国有一位史官名叫图书 遇见到晋国将要发生动乱 就带着一批图书档案出了国 投奔周威公 周威公和图书于是有了一番意义深远的对话 图书以敏锐的观察力准确预言出 晋国中山国和周威公的封国西周国将要先后灭亡 周威公被吓得不轻 从此努力多做好事不做坏事 离尽了贤人君子 用心的治理自己的才艺 总算在有生之年没看到西周王国 但是随着周威公的过世 图书的预言开始见出效应 一连九个月过去 周威公的遗体一直都没有得到正式安葬 这不奇怪 因为周威公两个儿子正在忙着内讧 谁也顾不上父亲的丧事 大儿子公子昭 虽然是周威公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但小儿子公子根就是不服气 这件事就发生在被资质通建 空缺掉的周显王二年 韩国和赵国趁机拉偏架 拉偏架呢 有一贯的逻辑 要解实力弱的 明波正言不顺的那一方去帮 这样呢 才能给自己捞到最大的好处 韩国却悍然干涉西周国的内政 既方便又在理 说方便是因为王姬 也就是周天子的自留地 完全被韩国领土包围着 西周国自然也在其内 说在理 一来是因为诸侯之间 本来就有互爱互助的义务 还福威解困 属于人间正道 二来从私心上说 韩国很可能怀疑 周威公生前参与过一场 针对韩国的阴谋 战国策呢 有记载说 有两个人 其中一个姓严 在韩国策划政治暗杀 他们途经周国的时候 周国国军留了他们14天 然后用豪华马车 把他们送走了 韩国听到了风声 派人发出严正的买交谴责 周国国军很头疼 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人出主意说 您就这样去跟韩国使臣讲 说您知道那两个坏人 做了什么坏事 所以啊 再故意办住他们14天 为的呢 就是等候韩国的指示 可韩国呢 是只是迟迟不来 周国又毕竟只是一个小国 没有能力长时间 扣住那两个坏蛋 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 只好把他们送走了 战国册的这段记载 在编排上归入东周册 按说东周册的内容 都是东周国的事情 但韩国发生的那场暗杀事件 应该就是前边讲过的 聂政刺瞎类 要么发生在 朱安王五年 要么呢 发生在 周烈王五年 那个姓炎的人 就是事件的主谋 炎碎 问题是 韩国这场暗杀事件 无论到底发生在 朱安王五年 还是周烈王五年 东周国都还不存在呢 所以战国册这一段里 提到的 周国国军 只能是 西周国的国军 周卫公 刘强在编定战国册的时候 对东周册和西周册的编排 完全没搞清楚 当然 错误 还不止这一处呢 至于周卫公 是不是用到了 上述那番话 去打发韩国的使臣 韩国到底有没有 继续怀疑周卫公 完全缺乏史料记载 但如果这件事 悬而未决 就相当于在韩国心里 埋下了一根词 那么短短几年之后 韩国想要整治一下 西周国 倒也 再情再利 更有战略意义的是 周王氏虽然沉沦了这么多年 每况愈下 看上去 也不存在什么翻身的希望 但好像呢 就是不肯认命 周烈王二年 不是还派太史丹 出访过秦国吗 前面讲过 太史丹 长着自己有官方学术权威的身份 哪一大套历史和预言 去豁有文化落后的秦国 看上去 很有一点拉拢秦国 给自己撑腰的意思 君子呢 建卫之主 驱突喜心 再小的隐患 也应该找机会 尽早的消除 所以啊 扶植公子根 既能瓦解西周国 也能削弱周王氏 搂草打兔子 一举两得 具体的做法就简单了 韩国的对外政策 很有连贯性 先前想要趁着魏国内乱 把魏国一分为二 只因为和赵国谈不拢 才没有能够得手 这回西周国的情形 和魏国的那场内乱 如出一辙 西周国的国力 又远不能和魏国相提并论 所以韩国呢 顾忌重施 悍然分裂西周国 和赵国一起 帮助公子根自立门户 赵国这回 没有再给韩国撤肘 公子昭也没有能力 和韩国抗衡 周显王呢 说话坑不管用 按照韩非子的说法 西周国内还有一个名叫 华之的大奸臣 兴风作浪 大约和公子根是一伙的 所以公子根 想要在韩国的扶持下 自立门户 看起来简直不费摧毁之力 但事情竟然 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王姬一年年被蚕食 到这个时期 已经所剩无几了 按说诸侯之间 虽然你争我多 大鱼吃小鱼 但谁也不好意思 直接去抢周天子的地盘 不过贪婪呢 永远都能激发人的创新意识 我只举一个例子 但你看一下当年 晋国霸占王姬的高明手段 那是在春秋时代的上半夜 晋国呢 忽悠陆魂之戎 一直被称为陆魂的遗敌部落 说要带他们去找一个好地段落脚 然后晋国呢 就帮着陆魂之戎搬家 搬到哪呢 搬到一川 一川就在洛阳的旁边 当然在王姬的疆域以内 陆魂之戎 来到这个流淌着 乃与蜜的地方 开始繁衍生息 这让周王氏呢 很吃不消 晋国的这个伏笔 埋得很深 多年之后 当陆魂之戎 在王姬之内 已经发展的很有规模的时候 晋国排兵骑系 一举把这只啊 威胁华夏文明的蛮族 消灭掉了 当然连带着呢 就把这只蛮族的地盘 给占领了 占领蛮族的地盘 这不但顺理成章 而且值得歌颂 至于这块地方 原本是不是属于周天子的王姬 反正了 时间太丢了 不记得了 早在 平旺东迁的时候 浩京那边的王姬 就已经全部失去了 洛邑这边的王姬 又在时光的冲刷下 不断的萎缩 到了公子根 叛乱的当口 公子昭占据着王城 周写王住在成州 眼看着拿不出多余的地方 给公子根了 但最后公子根 还是拿到了一片彩翼 地名叫拱 锦陵成州 在今天的河南 拱义市附近 这个小地方 当然不足以和公子昭 合法占有的王城 相提并论 不过公子根在名义上 是以拱为彩翼 侍奉周天子 所以最有可能的是 周写王所住的成州 事实上已经归了公子根 周写王虽然原地没动 但居住性质变了 现在呢 等于是寄宿在了公子根的领地上 大约相当于 从业主 变成了租客 崔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推断周朝到了这一年 虽然还有名义上的天子在 但实际上已经亡国了 周朝的 补氏三十 补年七百 就是到这一年截止 公子根自立门户以后 以父亲周薇公的合法继承人自居 所以身份也叫周公 才艺也叫周国 西边的公子昭本来呢 就是名正言顺的周公 拥有着名正言顺的周国 他们彼此之间 大概会称呼对方为伪周公 伪周国吧 但旁人呢 为了区别 就依照地理方位 把公子昭的地盘称为西周国 把公子根的地盘称为东周国 既然周天子变成了租客 所谓王纪也就失去了意义 东周国和西周国 虽然名义上还是基内诸侯 但实际上呢 已经等同于基外诸侯 和秦国 齐国等等传统的基外诸侯 没有什么区别了 除了实力 远不能和这些大国诸侯 向抗衡之外 东周国和西周国很容易混淆 但因为两者的自称和简称都是周 而且公子昭和公子根 还是在同一年上任的 除此之外 两个人呢 还有一模一样的嗜好 都叫周会公 这就导致了 这段史料如同一团乱麻 总是让人看得一头雾水 所以资质通鉴 对这桩大事的缺载 倒也完全值得原谅 下一讲 我们就该进入 周显芒三年的历史了 אז我可以留下了 百分之后 好的 往raj nie 感谢观看